在新北雙溪的虎豹談的最新動態 不過我們剛剛也有看到 其實很多人在特別的呼籲大家 也可以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像是Experenza的流 就說在平地雖然沒有下雨 但是往山去 如果您看到厚厚的烏雲的話 那個山上鐵錠會是下雨的 那Cherry Lee也跟大家說一聲 大家一定要出入平安 也感謝John Hunter說呢 主播加油 工作人員加油 我們也希望我們在這邊的緬郡 也要特別注意安全 陳賢俊就問說 今晚為什麼風這麼大 就是因為東北季風要來了 甚至這個風勢呢 這一次可能有達到 青台的等級的風勢上這麼大 但是是因為東北季風 也一樣是因為風大的關係 像Cherry Lee也是特別提醒大家 西邊看到變天 遇到下雨就要立刻撤 這一波的虎豹談意外 也是因為突如其來的變天 導致於溪水暴漲 我們現在我們的記者 緬郡已經到現場了 那我們想看看最新的狀況 關心的是如何 但是呢 現在目前 其實透過畫面 您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這個雨是 仍然是下得非常大 加上現在已經入夜了 所以搜救上面一定會出現相當的困難 那我們要再重塑一次 這一次的案件呢 目前為止是兩大四小落水 都還在搜救當中的 所以目前大家還是一定要幫他們 集氣再集氣 因為他們本來是要參加這大自然的體驗 課程的 是要走這個虎豹談這邊一旁的古道 想要往公路的方向走 不過他們有看到下雨 原本想要撤退的 想不到一轉頭 就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也來不及退 那在一開始 其實就有這個家長 在大人帶小孩的狀況 還是不幸的被沖入水中 現在目前最新 我們的緬郡已經上線了 我們趕快請緬郡 在我們關心這邊的最新動態 緬郡請說 喂123有聲音嗎 緬郡有聲音 好 主播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記者現在已經來到了虎豹談 虎豹談 但是因為車輛 目前搜救車輛已經佔滿事發現場 所以我們其實是從 他的太平裡的停車場下車 一路往裡面走 目前根據最新消息 就是原本在全運會開幕 開幕的主持開幕的新北市場 侯友宜目前已經趕往現場 當時在現場準備開幕的 蔡英文總統也對新北市場 目前致上那個關心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深入到 目前搜救現場 根據剛剛最新的消息 還是維持兩大四小的民眾失蹤 目前還在尋找中 橡皮艇已經到達現場 等一下也會下水 進行搜救作業 那被困在對岸的第十三人 四大九小 四名大人 九名小孩 目前 誒 說錯不好意思 是九名大人 四名小孩 已經和警消接觸 目前是相對安全的狀況 那等記者持續深入 為大家帶來第一手的消息 你剛剛可以聽到 緬郡這邊蔡西湊過畫面 我們就看到他全身都已經濕了 那雨聲其實也是相當的大的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要這個趕往現場當中 要趕快進行視察 但是以這樣的雨勢來說 其實對於目前的溪水暴漲 是完全沒有注意的 加上現在已經入夜了 所以天這麼黑的情形下 讓人非常非常的擔心 尤其這六名目前失蹤的失聲當中 其實是兩大四小 四名小朋友落水 現在看起來還沒有聽到任何 比較明朗的消息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目前新北的警消 已經請全力要來搜救當中的 而緬郡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其實這個地點可能有抵達上面的困難 尤其我們其實有透過Google Map 有稍微看了一下 在稍早他們有畫給我們指揮所的位置 還要再往上挺進 才會往到這一次的落水點 那當然在從落水點 一路要到下游都是搜索的焦點 因為水是往下一路的這樣子流 所以等於說這等於要搜救的範圍 是相當廣的 也因此現在我們都還是要幫他們集氣 不過目前透過最新的畫面 還沒有更多的消息 那尤其雨勢也下得相當大 那緬郡其實全身都濕了 那稍後如果緬郡在現場 有帶來任何的觀察 或是有任何任何比較樂觀的消息進來了 我們將持續為您插播報導 但是在目前透過畫面的左側 你可以看到市長侯友宜 他已經抵達到了現場 他要目前先在指揮所這邊 一定要先了解最新的狀況 最新的數字 他才能夠去趕快緊急做調度 以及該如何劃設搜救的範圍點 以現在目前湍急的吸水來說 可能要劃到多廣都是在今天入夜以來的 最後都要搜索的範圍當中 不過比較好一點的消息就是 剛剛在對岸的受困的這一些 大人跟小朋友目前已經獲得了 這個已經獲救了 那目前緬郡還有更多內容 想要跟我們稍微連線一下的嗎 網安 湖爆灘 六名民眾落水失蹤 還有十三人 還有十三人 目前受困在對岸的情況 今天根據了解 這一次的活動是因為有雙溪區 當地社區的大自然體驗營 他們在網路上相揪 然後33人來現場進行體驗 但沒有想到遇上了下午的大雨 中上有一次洪水爆發的情況 導致有六位民眾落水 目前下落不明 警消還在持續搜救 記者在來的路上 還有看到橡皮艇 他們準備投入後續的搜救行動 然後另外有十三位民眾 被受困在河的對岸 那剛剛稍早得到的消息 是警消已經聯絡上 已經和這十三位民眾有接觸 目前他們的狀況是相對安全 已經以往附近的派出所進行安置 那以上是現場最新記者 等一下會持續深入到現場 替大家帶來第一手最新消息 我們透過畫面已經看到 是新北市長侯友宜抵達現場 那也要到指揮所這邊 趕快瞭解一下狀況 因為其實事出非常的突然 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貨報有這樣的消息 那當時其實數字是非常的亂的 只知道有三十一名 甚至一度參加這個團體 到底有多少人資訊 也是比較錯亂的 後來目前根據最新大概是 三十一人參加這個大自然體驗營 本來是要從火爆潭這邊 走一旁的古道 要往上到公路這邊 那他們看到了 前方看起來天氣不太好 想要撤退的時候 想不到一旁的溪水已經暴漲了 即便在隊伍的最前頭 有大人帶著小朋友一起走 但還是不幸落水 被沖進了水中 到目前為止是六名師生 等於說其實有老師 還有家長 那還有小朋友 其實最小的小朋友目前失聯的只有八歲 而另外在稍早傳出來的消息 也趕快到現場要來關心 因為這個數字還有這個年紀都是令人比較擔心一些的 六名的師生都還在努力的要來搜索當中 但是現場的大雨沒有停 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也造成這邊的風勢跟雨勢看起來相當強勁 剛剛勉俊在現場其實甚至看起來很像是颱風天的情形 不過今天是因為東北季風 在今天傍晚左右就已經開始變天了 剛剛勉俊也特別跟我們分享 就是關於到已經到了現場之後 到了指揮所還要在網上挺進是有相當的難度的 那在路程中也其實有遇到包含了消防車有載著橡皮體 要趕快前往落水點來咒援 不過我們不斷也在強調說 關於這起溪水暴漲 因為現在目前都還是下起大雨的 所以溪水都還是在很湍急的狀況下 到底這個搜索範圍要畫得多廣 多大 要找到多遠 還有呢 到什麼時間點 大家必須要去抓 有可能會在哪個地方一樣要去布置 這都是目前新北市長侯友宜要去關心 也要去調度的重點 只是說現在消防人員已經全部武裝 大家都希望可以有好消息傳出 而在對岸稍早傳出來受困的大人小孩 還好是已經脫困了 不過現在最新的畫面 還是讓大家比較擔心一點 就是在指揮所這邊 其實白板上面還是沒有做任何的數字更新 也就是說目前搜索都沒有出現一線曙光的 也希望聊天室的觀眾朋友 可以持續的為他們來集氣 我們中天新聞也會持續的要來插播報導 而如果您也想看到在緬軍那邊的最新狀況的話 也歡迎您可以雙開 因為緬軍在那邊是有開直播的 所以有任何關於這一起 從今天下午開始發生的 雙溪的虎貓潭的這個落水意外 有更多的搜索訊息 中天新聞絕對不會缺席 給大家帶來第一手的消息 請問您請回答 請問您在沙溪的火車 並不顧音樂 請問您請問您 請問您 感谢观看